因为为什么天王啊 民进党天王这样刺出 听说民进党内部也有做个讨论 现在是没有阿扁的时代 有阿扁 那阿扁那是卖力激情演出 什么话都会喊 现在是没有阿扁的时代 可是相对于陈水扁 所以民进党内部有人认为说 蔡英文的辅选是非常理性 而且非常保守的 很理性 他不骂了 他很平衡 很持平 那么有人说 这样子讲是有风度啊 有他的高度 可是有人说 这不是民进党的风格 民进党从来没有打这种选战 这种民进党选民 也不是适应这种选战的选民 所以内部决定之后 才会开始 他们就做一个决定 四大天王要有激情出来 要更强烈 要去冲撞 之后可以看到 你们两个不要PK 所以刚刚速度讲得很清楚 你可以看到谢唐靖出来 谢唐靖的风格要出来 为什么 他选举你要有目光 要有曝光度 你知道冲突 才会有曝光度 所以谢唐靖的动作 讲话激情 去抽撞总统的队伍 都可以看得出来吗 来 沈毅师 我刚刚这个 这个显耀去抢着 去蒋宁进党的内部事 奇怪了 到底本身 有没有公信力是一个大物件 我本来是要请教韦哲说 刚刚主持人有讲过一句话 他说小英主席啊 带着四大平凡到处服选 这句话是有语并的 但是我还没有请问你之前 那个显耀就抢进来了 我跟你讲 这个主持人讲那句话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小英没有这个本事带四大平凡 还有党中央也没有做成一个决议 说小英主席的浮显风格跟本党一贯精神不合 所以你们要去补强 没有 您听说我不是说他们党中央要说好了好吗 谁啊 你在讲话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插断你 你本人在讲话的时候怎么一直插 正令好的时间也应该有所限制 我还有一点 今天就是这四大天王各有鬼胎 各有盘算 对他们的政治生涯的未来 自己也都有打算 他们都会算我做一个地方我爱去 那个地方派的是什么人 那个地方有机会会动算 那个地方会有盘算 那时候算算算算算算算的就说好 我这时候来那儿 三国的那个 这时候我给他放下去 我后面要出来选总统的时候 这个人如果当选了 这个人就会听我 是不是这样 这个才是民进党的生态 这个才是民进党内部运作的方式 是各自盘算的 对 你是外人 刚才假的 逻辑不通还不大金 没关 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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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民进党你是大军数学生 这我听不进去的 虽然我已经离开民进党 我要回应 我要说明一下 什么呀 我要说明一下 你讲的时候我没有回应 我现在讲你就不要回应 你现在已经讲完了 不要激动 我跟你讲 这个时间的分配不公平 主持人 我抗议 这个时间的分配不公平 这里都不是国民党政 正义选择答的地方 这什么嘛 不要激动 不要这么讲 什么激动 我要跟你讲 我觉得在一个节目里面 哪个党之间大家可以分析 这是一个政治 这是一个情势的分析 不要把这个情势的分析 看得这么严重说 你不是那个党的 你不能分析 你不能谈 那请问一下 大佬 你又没有带嘉宜 我们分析嘉宜选情 对不对